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羊问题 第一个臭宝上来就问 我这个月季花牙子太多了怎么修剪 你看到了吗 我给你画你取一个中线 盆土往上那个枝条取一个中线 下面所有的叶子小牙子全部给它撸干净 明白了吗 上面的花开败了就剪 再长出来的笋牙你就不用管它了 就是再长笋就不用管它 现在是下面的这些叶子笋 牙子全部给它抹掉 就全部弄掉 明白了吗 你的话说为啥 它下面的那些个乱麻麻的 就像你要结婚了 我说你把你以前的那些个 暧昧的那些个 还有前女友那些个全部给分手 一个道理 专心自制养上面 上面开完了就修剪修剪 再长再施肥啊 晒太阳啊 换盆啊就可以了 下个座宝 柠檬树叶子咋的了 柠檬树叶子咋的了 抓住它往下一拽 就没事了 给足光照 水肥给上 也可以上一些粪肥 没有粪肥的话可以用繁肥水 就养到嗷嗷哇塞了 下个座宝说我这个兰花怎么的了 就那俩叶子不好 其他的都挺好的 它在开花时期有俩叶子 我媳妇怀孕了 白了两根头发 大夫你看我媳妇咋的了 一怀孕白了两根头发 这很正常 纠结啥呀 看那个叶子不爽 你剪了它呗 然后呢 等下回该浇水的时候 用点杀菌药 能帮助到啊 可以这个时期 等下回该浇水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再用点磷酸性价 供给一下营养 下个座宝说 柠檬咋的了是冻的吗 对水大敲光通风畅 还有点冻 怎么办 你要是外面现在天气好了 你拿出去晒才 不治而遇 要是两广地区的厨房 你像这种东西 讲实话了 你送地上都不用管 年年都活得特别好 下个座宝说 水培的为啥老师宁 为啥老师宁 那你就往叶片上喷喷水啊 它水培的根系长不了 你想象的那么旺 老师宁 喷水 只能喷水 别的没办法 要不你就剪剪叶子 减少一下水分的增长 它的吸收能力有限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关注了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养花之宁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白了吃吧